听说有同学挑战画百合花失败了 没关系 我教你帮你能快速学会 首先画出一个三角形 从三个边角往里面画三根曲线 以曲线为中线往两边切出花瓣的外形 在三瓣花瓣的中间分别在穿插三片花瓣 最中间的位置再画出花蕊的形状 就可以开始叠色了 前面几步学会的同学给自己点个赞 咱们接着用粉色勾勒出铅笔稿 切好的外形开始上色了 从花瓣的末端和最里面的红色往上下过渡渐变 接着叠加一层霉红色和用白色往浅色处叠加 花蕊同样用到深红色画出来往下过渡 塑造用到更深一些的红色加深暗部 中间的浅色区域叠加一些黄色丰富色彩 最后整体用棕色区分一下花瓣的层次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